同志府 行政单位 虽由于下面限制 往往有鬼仙真人担任 但也非同小可 这件事 这同志实际上不想着 但自己是眼前 这真人的亲眷 而这真人背后 又有地仙指挥 遥不得他不干 这巡杀不敢上钩 那你就要小心 吩咐下去 不要冲动 给他抓了把柄 这老道吩咐了这句话 叹了口气 取了一杯茶正要喝着 就在这时 只见老道突然脸色一变 砰的一声 茶杯就摔得粉碎 真人 怎么了 这同志突然 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问道 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轰的一声 门已经被砸开 一群刀兵涌了过去 此时夜幕深深 风雨连绵 真是杀人的好天气 王存也一挥手下 接着地面隐隐颤抖 整齐踏步声传来 道兵就已经冲了进去 门前养的恶犬 感觉到不对 顿时汪汪大叫起来 一个道兵就是一刀 顿时将他斩杀在当场 见到这种情况 府内个人又惊又怒 在一个公子带领下 一些家兵涌出 还没等着说话 领队百户就说道 奉真人之命 金茶里山石 贪污不法 证据确凿 奉令捉拿归案 你等立刻跪下 这公子却没有卢纳明白本质 这时却还暴跳如雷 后道 我父是堂堂无品 没有道主命令 怎可闯入抓人 说着还守挥着 做愤怒状 看上去就可以说反抗了 因此这公子的话 还没有说完 早就受到了命令的百户 就以冷冷说着 奉真人领 该有违抗者 格杀不论 说着一个亲兵 就扑了上去 还没有使这公子反应过来 一刀拔出 就捅了过去 只听扑的一声 血雾激射 这公子亮腔一退 就向后退去 跌到地上一时 还没有死 双眼圆针 满脸的不可相信 啊 永儿 才赶出来的同志大人 看着眼前的情况 顿时呆弱目击 随后一口鲜血喷出 百户一挥手 立声说道 打人 吵架 顿时盗兵 如狼似虎扑了过来 几个家兵 下意识挡在前面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顿时刀光闪闪 砍了上去 七八个人 就被砍翻在地 不要反抗 不要反抗 同志大人终是当酒了官 这时叫喊起来 给我搜 王存也这时进来 冷笑一声说出话来 顿时盗兵纷纷进去 过了片刻 就拿出一些文件来 见着王存也 冷笑更甚 将一把文件 甩在了同志大人脸上 同志大人 你看看 这是你和你的家人 贪忽罪证 一共三万白银 暗志足以处以 腰斩之行 王存也脸上 带着冷笑 你们不是大公胡思吗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大公胡思 就在这时 一阵阵哭喊声 传了过来 一个盗兵上前禀告 真人 反抗者有二十一人 已经当场杀了 别的都已经抓到 好 干得不错 王存也一笑 这些证据又飞回来 拿下 打住关狱 将这些人关押了 你们就等着 一起被腰斩吧 王存也冷笑一声说道 放心 这不是你一个人 还有许多家 许多户 都要在大公胡思的名义下 陪你们上路 当然 里面有些人 会有交换条件而放出 但就不知道 是不是你了 王存也冰冷地一笑 惹了我 不付出十倍代价 怎么行呢 你祈祷你家 正被选中而交换 而不是大公 无私地被吵架 同志大人听了 望着血泊中的儿子 急怒攻心 顿时晕了过去 虽说打下关狱 实际上不可能 当下就临时 感到一处院中 房屋半心半叫 里面吵来哭泣声 诅咒声 骂声 却很是低回 这时仆人 却还没有乱成一团 在管家的指挥下 扶着晕倒 同志大人 到里面一张床上 让他躺了上去 这里没有深汤 但在院中 找到了粗茶 想必是 原本哪个仆人 所有 这时煮了些茶水 一碗喂了下去 一个丫鬟 还上前不住地 顺着同志的心 片刻 一阵咳嗽声传出 却是 李同志醒了过来 老爷 你终于醒了 不少人哭诉着 嗯 谁让我在床上躺会儿 同志想起来 就是一阵眩晕 脸色苍白 自己儿子死在面前 这种打击 实在太大 同志的话落下 一群人 顿时有了主经骨 立刻分了卑尊 排列着 一个声音都没有 但同时 几个公子小姐 却没有这素质 见着父亲 醒过来了 就哭喊起来 父亲 你要救我们呢 李同志才醒过来 本应休息一下 这时听着 这些公子小姐哭喊 顿时心里一静 闷横了一声 丝丝血 自嘴角流了出来 脸色顿时煞白 又晕了过去 老爷 同志这个样子 却吓坏了许多人 这时老夫人终于出面了 住嘴 你们哪 给我住嘴 这时公子小姐 才明白过来 停住了哭喊 这个院子中 才算清静下来 风雨吹过 夜晚渐渐寒冷 一行人都不由打着寒战 只是远一点 有这几个盗兵看着 都不敢出声 就在此时 一处空无一人的月落 一个盗人 在阴影处显了身形 慢慢躲步到月落争中 雨水思思打架 清凉冰冷 但掩盖不住 盗人心中的愤怒 这些人都是自己族人 都是嫡系 此刻却被王存也 派人全部看管 并且有着不测之祸 真是丧心病狂 这道人不由冷亨 心里更是难受 却是刚才自己不敢出来 自己才是鬼仙 是在王存也 持令刑法范围之内 自己要是出来阻打 只怕立刻 就会被扣上盗贼帽子 迎接他的 轻者勤拿 重者打杀 这时王存也离开 这道人才踏不进去 只见这室院中 许多人挤成一团 而屋里光线很暗 桌上只有一支油灯 悠悠发着光 只有同志躺在炕上 官家垂手站着 看不清神色 仆人在两侧照看着 这时灯火一照 道人自外面走了进来 见过真人 见了只道人 仆人呈黄呈恐 退到左右 而公子小姐却是大喜 这位真人是同志叔父 却是援兵到了 同志的脸色煞白 隐隐发黑 让道人看了不由皱眉 这是死记照面的预兆 还请真人救救夫妻 救救我们全家 公子小姐此刻都跪下了 我知道 你们物要骨骚 道人脸色铁青 挥了挥手 醒来 道人坐在床前 捏印念皱 守在心脉上 重重一点 顿时一口黑血 喷了出来 见了半片被子 这是怨毒之血 压在心中 喷出来就好了 道人说着 同志此刻已然醒来 却浑身糊粒 几次想张口说话 却是说不出来 只是盯着真人 道人默默看着 点点头说道 你的意思我知道 你且休养 这我会处理 此时距离入夜时 不过区区一个时辰 同志却瞬间老去 冰脚上 依然有了丝丝白发 脸色枯黄苍白 道人默默看着 心中确实在滴血 只是这仇能不能报 还真是难说 两久终是一探 大步踏出内约 一纵身子去了 夜中一声春雷轰鸣 天越是暗淡 一片晦暗 沙沙的雨声中 突然渗出一种 异样的恐怖来 王存也站着 抵达了一处府门前 喝道 打进去 看到盗兵破门而入 府内又惊又恐 这次却比李同志还不堪 一个中年人 领着家兵 气势汹汹涌出 哥哥手指尝道 这中年人喝着 大胆 你们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张府 我们张家可是出了地线真人的 话还没有落 领队百户冷人说道 金茶张姿 贪污不法 证据确凿 奉领不拿归案 你等还不立刻跪下 这中年人又惊又恐吓道 大胆 谁敢给你们证明 话还没有说还 百户冷冷下令 你们还敢持刀反抗者 格杀勿论 话一落 长刀闪亮 血白的刀光照亮了院子 只听一声号令 杀 长刀就砍了下去 中年人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只见一个刀兵对着一桶 扑的一声 长刀自前胸灌到后背 血光在背后喷出 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片刻之后 大火燃烧 烈焰照亮了星空 暗红的血液 自门槛缓缓渗流了出来 染红着大地 王存也看着里面不动声色 而在身后 还有一百刀兵待命 踏踏步离声传来 一个百户跪在王存也面前 并报道 真人 张资家已全数抄没 查出十七万两现银 别的财货 不计其数 说着一挥手 顿时数个道兵 押着一个中年男子出来 这就是张资 这个县的县城 管理县中已有十三年了 王存也闻言细看张资 却有着浓眉 眼睛阴损一样 冷冷中带着一股桀骜 大胆 面见真人 还不跪下 见着张资还站着 百户一脚踢在张资膝盖上 顿时让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不过这时 王存也转过身 不再看着此人 只见这街道处 出现了一位道人 正踏步而来 这道人目光幽暗 毛子冰冷而淡漠 整颗雨水落在四周 却奇异地 和他完美融洽在一起 离着十米处 撑着伞立着不语 这时跪在地上的张资 见到这位道人 立刻跪在地上 不顾雨水 不住叩拜 哭喊道 祖宗救命 祖宗救命啊 叩拜声响彻街道 一下下都是用力 只是片刻 额头就沾满了鲜血 自雨水中渗了下去 玄尚 你好大的胆子 这位地心道人 看到不看 过了片刻 才阴沉地说的 好大的胆子 王存也看着眼前 地先道人 突然冷笑 这冰冷的笑容 让地先道人 都不有一阵心迹 来人 在 两个道兵 听着王存也命令 立刻排列而出 等着命令 张资再任十三年 贪污可查之数 就有十七万两 按承平道行律 党凌迟出此 今情况特殊 改成斩立绝 以示亨点 立刻执行 王存也一字一顿 说得很是缓慢 又非常清晰 谁也没有想到 王存也不请示 就将地先之后 一线现成就地正法 一时间三百个人 各个都目瞪口呆 你敢 地先道人 此时听了 不由脸色大变 此真人来时 却有种种想法 不过却没有想到 王存也居然这样目中 服人 这样丧心病狂 顿时一股气息 自此道人身上弥漫 滚滚洪流 生生不息 空气都产生着扭曲 震慑着三百道兵 你才出尽地先 就敢这样恶你不到 贫道就要带你师尊 教训你一下 这地先冷冷地说道 王存也望着他 收敛了笑容 一块小小的玉牌 在手中显现 看着王存也手中令牌 地先真人顿时 心中意量 这是巡查史的令牌 此人当知道 这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就在此时 王存也淡淡说着 真人 我现在是巡查史 有权逮捕一切 贪污部法官员和鬼仙 并且有邻基处之权 此时执法之时 不论私下辈分 只论律法 这正是大公无私之道 看着这个地先真人 脸色大变 王存也心中不信 真种 赤阳赢结丹 五行之精 的确是道人 成就地先的比例 扩大十倍都不止 但却真的是鱼龙混淆 这种道人 成就地先 不经战争淘汰的话 却真是坏了道门风气 当下更是面无表情 说道 还请这位师叔退下 我数到十 你还在这里 我就按阻挡执法之律上跑 你要是再出手 我就废将你打落幽冥 说到这里 一轮金色光轮 自身上显现 一种难以言喻的幽静 蔓延开来 仿佛置身大花 光轮中 一道布满青色符纹的翻面 隐隐浮现 顿时原本地先 产生巨大的沉重感 立刻低消 悬阴帆 这地先确实认识 顿时脸色大变 这地先不过是地先中层 抵达了生生不息的境界 但离神仙之门 却还有十万八千里 而这寻音帆 实在鬼仙手中还罢了 实在地先手中 哪怕财弱地先 却可发挥出他的巨大威能 被称道楚的传承法器之仪 怎会落在王存也手中 一 二 三 王存也却不理会 此人是怎么想的 开始缓慢 又清晰地数着数字 同时法力弥漫 寻音帆上 阵阵幽生古朴的气息 只让人以为时空转换 来到了亘古大话 好 好 这位地先道人 这真的把王存也 恨之入骨了 将牙齿 咬得作响 却转身离去 转眼就消失不见 老祖座 眼见这变化 这张子目瞪口呆 才哭了一声 就听着王存也 冷冷挥手 杀 一个百户得令 长刀一闪 脖子上 喷射三尺鲜血 一颗手机 顿时飞出 滚到地上 滚了几滚 再也不动 见着地先而去 张子斩杀 王存也不再理会 进行令诊 留下十个人看管 别的人跟我继续搜 继续查 成平道不是给这些贪官 用来中饱私囊的 遵命 倒兵应命 立刻列队跟上 刚才抄家 只不过是开始 就由地心跳了出来 王存也不由心中冷笑 只是在这种情况 地心又能怎样 王存也看着漆黑夜空 虽没有月亮 但也能感觉到时间 这个夜才开始 流的血远远不止这点 不过示威已绰绰有余 下面就不能这样 一处府院 显示家财深厚 倒兵刚刚进去 就是几条恶犬扑过来 不过转眼之间 一只被斩 别的几只恶犬 见此情况 不敢向前谱去 夹着尾巴 向家中逃窜 这时房间内 一个中年人 正勉强镇定 思虑很深 眸子幽暗 见着小儿子 正在瑟瑟发抖 就说道 不怕 刚才真人 已发了信号 通知各家了 要求我们不要抵抗 只要我们不抵抗 他就不能下死手 哼 这真人扫处贪腐 这样的手段 怕是成平道的官员 都要被他扫落一大半 说到这里 这主部冷冷一笑 只听继继续说道 每个官员身后 都有些根基 或多或少 亲临到背后真人 交缠盘绕 盘根错节 他一个先进地心 有什么能呢 能把这些人 零根拔起 一会儿冲进来 让他们抓就是 一旦各个真人会及 就是这人的忌日 这主部说这话 先是让小儿子 安心不少 就在这时 盗兵已扑进了院子 诸位敢问何事 管家颤抖着 到了前面 抽言问着 奉命捉拿步伐之贼 让开 百呼令着 这管家见着 顿时吓得魂不覆提 连连后退 这盗兵就直冲入房内 就将这个主部抓捕了 手段很粗暴 这主部想破口大马 却忍着了 只是毛子露出了狠色 就在这时 天空中几位地仙 扫霞出云 向着中央大殿而去 各个羽衣兴冠 嫉妒不凡 这些真人 都是承平道的支柱 但才到了半途 一道金光 带着强大气息出现 大步塌上 拦截道 承华 你为什么阻挡 一个地仙 诧异地问道 你们前去中央大殿 是疯了不成 承华真人这时 却扫看着众人 我们只是上诉 研发这个选项 看他做了什么事 一个地仙说道 我只需要过去中央大殿而来 感谢观看